一到夏天,經常吹空調 喉嚨不舒服,甜甜的聲音 這個湯很適合大家喝 今天的第一步,先煲橄欖湯 將橄欖一開二更加容易出味 煲半小時 廣東人煲湯,不可以少有豬肺 你知道豬肺如何清洗得更加乾淨嗎? 全扣沖出來的 如果肺不清乾淨,就會很難燙 乾炒 炒出來的水,滾了5分鐘 我把豬肺撈起來 整個豬肺只有這麼多,我們再炒多一次 一洗淨豬肺已經沒什麼水 翻炒兩分鐘 倒酒下去 再加點水 煮多一次 你按照我教你這樣做的肺 乾淨到沒有朋友 煮兩分鐘後,撈起來 再洗一次 準備好的食材 放下去,橄欖湯打開蓋就已經聞到味 粉腸飛到水再切 剛才洗淨的豬肺 一起放下去 加幾粒芫荽頭 想要更加有風味的話 加兩個鹹酸梅 大火煮滾,關小火 煮40分鐘就可以了 把湯煮好了 調味道,鹽 少許胡椒粉 喝的時候加點香菜 嘗嘗味 加了鹹酸梅的橄欖湯 哇,越飲越開胃 喝完之後整個喉嚨都舒服了